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表的一番内部谈话 大概的意思是当年朝鲜战争 解放军只有十天的补给水平 照样和美国打了个有来有回 现在中国的武器已经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了 可能早晚还是要碰一下的 不碰怎么知道到底谁厉害呢 不碰怎么知道到底谁厉害 这番话直逼毛泽东指老虎的豪言壮语 不过这番话迄今为止 还没有获得中国官方的证实 也没有被中国的官方所否认 据香港明报的报道说 这番话的真假难辨 但是不排除是有意放出为软化论来消毒 13号明镜编辑部节目当中 经济学家草安居士 在接受陈小平博士的采访时披露说 这次中美贸易谈判 美方一再的强调核查的重要性 因此美国可能会强行的参与中国的海关主权 即派监察组进入中国的海关 川普现在想要做的就是拿下在中国的监察权和司法裁决权 习近平和刘鹤就是怕背上这种丧权辱国的名声 不过由于有中兴和华为的案例 所以北京已经默认了美国的司法管辖权 与此同时 据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说 中国和美国谈判代表本周的重点 是制定一份贸易协议的总体框架 以便两国领导人在可能举行的峰会上最终敲定协议 不过报道称 中方愿意做出的让步与川普政府能够接受的提议之间 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两国谈判代表正在寻求缩小这一分歧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 率领了美国高层代表团已经抵达北京 周四将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中方团队 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谈 13号在离开北京所住的酒店时 有记者问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此行的希望是什么 他回答说他希望能够举行富有成果的会谈 不过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离开酒店时 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 法新社援引消息来源的话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五的时候 会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 法新社的评论称 如果习近平会晤美方代表团的主要成员的安排得到证实 那么这将意味着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要达成协议的善意 知情是表示说双方希望达成一份框架协议 目标是在川普总统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最终敲定 美中领导人峰会的日期尚未最终确定 如果3月1号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或未就延长最后期限达成一致 那么从3月2号的凌晨开始 针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从10%上调到25% 不过川普前两天流露出来他期待和习近平尽快的会晤 也考虑可以把3月1号的休战截止日期再次的延长 川普的一些强硬派贸易顾问则一再的提醒他不要进行这样的会晤 称峰会一旦排上日程 市场对达成协议的期待将让他手头的筹码变少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 直到目前北京方面仍然不愿意在其认为事关政权稳定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这包括取消中国政府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补贴 以及改变对国家主导经济模式提供支撑的其他政策 双方在这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根据上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如果双方本周能够敲定一个框架协议 可能会包括中方现已经提出的建议 但是像中国的产业政策这种更棘手的议题 可能会留给两国的领袖会晤的时候再一次的来决定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